巨龙史 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住的酒店 21号中时有个阳性确诊 晚上封的 一封了这是第九天了 现在酒店大部分客人比较焦虑的问题 就是说是你核酸不安排 半眼看着说没得吃了 而且大部分都是肿瘤病人 上周一晚上封了以后 一直到周三晚上安排做的核酸 做一次核酸以后 到现在就没再做过核酸 就给我们定义 定义是逆接和处逆接 按照国家的规定逆接处逆接应该是 隔离期间至少做四个核酸 等于后面的核酸都没给我们安排 然后就说是我们吃饭和住宿的问题 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法 从昨天下午开始 外卖就基本上就没了 我们是在酒店里头 我们没有条件做法 就是说是买点黄瓜西红柿 这是可以的 我们洗洗都直接吃 黄瓜这个都是抢 抢了三天了吧 然后终于抢了四个儿昨天 今天就没了 然后这边都是肿瘤病人 头两天酒店说联系聚会 跟我反映这个就医的需求 都是安排到普通医院去 后来就是大家一查了一下 普通医院没有肿瘤科 所以后来大家都没再去 因为肿瘤治疗 它属于比较专业的一些东西 别的病人是什么情况我不知道 因为我是过来做放疗 大夫说看我的情况 说是恢复挺好 所以像我来说 对治疗来说不是很着急 可能不像别人那么特别迫切 我们其实也没有别的需求 就是能不能给我们集中 配送一些饭 哪怕我们自己抄钱也可以 还有就是现在正常 给我们做核酸 等到普通医解放 我们就可以赶紧回家治疗了 今天我一起出动三到四期 我也跟我的领导做了一个汇报 他们现在应该在开会 然后做一些部署 酒店人员就要稍微等待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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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